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弄两栋青年住宅 让很快的就有感了 这是最快的 你知道林佳龙 林佳龙现在在网络上面丢一个东西叫我需要帮忙 我想说林佳龙怎么了 不是选上台中市长吗 他说我需要在最快的时间内 做一些让台中人让全国有感的政策 所以希望大家提供意见 所以我也上去对台中市的市政要求 我也提出一些意见 我想要开掉地震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对他比如说什么路平专案 BRT的问题 那我当然以我们这种台北高雄 就是说我们这种往来 就是说频繁 然后有看到很多这种国际大型会议 我去台中的那个会展中心开过几次会 那我有一次去开完会的时候 我还跟当时的副市长萧佳琪说 你们不要再搞那个铁皮屋了啦 那个叫做冬冷下热 冬酷冷下酷热啦 然后呢就是用一个铁皮屋 然后搞这个叫做国际会展中心 那会笑掉大牙 所以我大概在三四年前 我就跟萧佳琪说 麻烦你只要有一个概念 把信义计划区的国际会议中心 你只要把它移一部分到台中去 台北的人或是下机场的人 都可以坐到乌日站 高雄的人也可以到那里 然后呢在那边开一个会议之后呢 大家要留下来玩的人留下来 要回去的人回去 但是绝对不能再是那个铁皮屋 结果四年了有没有做 那个被拿掉的那个胡市长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都不做 那我觉得朱立伦也一样啦 你要做的话就是要做一个 让人家有感的事情 其实我们需要帮玉珍姐讲讲话 现在的年代已经不如以前了 你真的不要怪媒体 你真的不要怪名嘴 因为所有的人在网络上面 都可以搜集到所有的资料 所以这已经不是说 媒体在散播什么样的言论 而影响到这些所有的选民们 而是他们每一个人 都会上去自己找资料 要自己做他自己要投票的决定 我们其他人是不说的左右的 而且他们是特别的愤轻 或者是讨厌不公不义的人 好 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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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